这一段我们就来讲曹宾 他家族为什么理事封王 就是曹宾他以德代兵可以消业灭罪 我们来介绍一下曹宾 刚才讲曹宾是宋朝的大将 他帮助宋太祖平定天下 有汉玛功劳 有一天曹宾就碰到当时一位高士 就是项面的陈锡乙先生 陈锡乙先生他生安相述很有学问 看到曹宾以后就对他讲了 他说你编成古龙旗 印堂宽阔 墓长光显 庇祖早连富贵 首祭是余削可垂 没有晚福 没有晚福 反出兵作战 以开一面之网 后口陪子一些晚福 就是 这位陈锡乙先生看到曹宾就跟他讲了 他说你这个陈鼓融起 鼓起来 那你印堂比较宽 表示说呢 那加上你的眼睛长得长 你这个被阻你早连富贵 但是你的切点是你的这个 这个面颊这边消下去了 就比较瘦消下去了 那嘴巴这边就垂下去 表示你没有晚福 所以他就欠他说呢 你带兵作战呢 你应该网开一面 可以培植一些福 曹宾有记起来 所以曹宾呢 带兵在攻打四川的时候 占领那个穗林 他的部下呢 将士都主张要屠城 曹宾严厉禁止屠杀 那么士兵呢 掳获了很多妇女 他下令呢 另外单独开闭一个房间呢 把这些妇女保护起来 绝对不允许他的部属呢 对这些妇女有奸引挥离的行为 到战争停止以后 对有家可贵这些妇女呢 给他钱呢 把他钱送回去 没有家可以回去的呢 也帮他们嫁出去 民众呢 都很感谢他的德政 后来曹宾呢 后面征法江南 他因为不肯 生灵涂炭呢 去伤害百姓 所以假装生病呢 不肯救治 他的同僚就去探病了 曹宾就对将士说了 他说我的疾病呢 不是吃药能够治好的 只要你们诚心诚意的 发誓功克江南的时候 绝不忘杀一个人 我的病就好了 那么将士听完以后 就烧香发誓 答应曹宾呢 说功克 功占成本的时候呢 绝对呢 不再伤害一个人 后来因为这样的一个人心呢 让江南的人心呢 民众都呢 这个呢 来供应这个曹宾的部队 保全了千万人的人命 那么胜利凯旋以后呢 曹宾又跟陈希宇碰面了 陈希宇就对他说了 他说你数年前呢 我看你的像 于静口垂啊 那时候我认定你没有挽伏啊 可是你现在的像已经改变了 口角风于风啊 而且金光既要以面目须眉啊 你会争入元寿啊 厚乎无量啊 那曹宾就问他了 他说什么叫金光 陈希宇说 金光就是德光 我们记得 我们德行有开显出来 你就会有指摩真金色身 指摩真金呢 就是这里讲的金光 齐色呢 指光光亮 如果人有阴德有感呢 面部呢 会现金光 眉间呢 会现彩光 眼睛呢 会现神光 头发呢 会现毫光 身体呢 会现祥光 他那个气呢 是外面很明亮 内心呢 很缩练 很彻底 外面内侧 内心呢 很清澈 不只呢 可以征受 而且还必应祖孙怨福 曹宾呢 果然印了陈希宇的意言 刚刚讲 他一共四代都在当官 七个儿子 孙子孙女 征孙全部都当官 他也算是高寿 资料上写是想 69岁 高寿欧祖 他儿子呢 刚刚讲是七人 都是一代名将 祖孙呢 昌盛无比 昌盛无比 但是也有说他儿子是九人 但是我们这个引用的是七个人 七子 所以呢 历史感应统计里面 有这样赞叹曹宾 有说啦 其事病也正如 唯摹解经所谓 因众生病 事故我病 一切众生病好 我病也好 存心仁厚如此 古称呢 三世为将 道家所计 若兵之为将 正可广作功德 何计言 历史感应统计 这样给曹宾下定论 他的意思是说 当时要去攻打江南的时候 曹宾不是假装生病吗 那后来他跟将士讲 你们只要烧香发誓 攻克江南的时候 你们忘杀一个人 我病就好了 这就是什么 他视线生病呢 就是他的慈悲心 就像维摹解居士 佛陀那个时代有一个 维摹解居士 他假装生病 那佛陀呢 派了他很多弟子去 没有人敢去 舍利佛啦 穆建连尊哲啦 他们跟佛陀说 我不敢去 那为什么不敢去呢 他说维摹解居士 大菩萨 都会跟他们开示 让他们呢 这个无以回应 那后来佛陀呢 就派文殊智利菩萨去 文殊智利菩萨去 那不可思议 谢托菩萨里面 都有讲这段精彩的对话 那当时呢 就是维摹解居士呢 假装生病 佛陀派他的弟子呢 代表佛陀去探病 然后透过探病呢 就讨论出 这个研讨出这个妙法出来 所以维摹解居士说了 众生有病 我才生病了 众生要说病都好了 我病也好了 众生的病是什么 众生的病就是 妄想昏被执着 在三界轮回 所以文殊智利菩萨说 一切众生病好 我病也好 存心仁厚到这个地步 古代人讲说呢 三世做将军就不好 三世为将 你三世都去脱胎当将军 他说这个不好 是道家所忌讳的 因为当将军要带部队打战嘛 但是这个历史感情统计里面讲 曹兵当将军呢 正好可以广奏功德 有什么好忌讳的呢 所以这个地方结论就是说 算命是我们 尤其是我国流传普遍 心相家不能命运 那在佛法里面讲的定律 定律就是明的命 所以金山和尚讲说呢 不要相信命运 要相信业力 你从业力里面去改造 业力业有心照 从心去改变 从自己的身口义亲近身口义三亿 你的命运就会改变 所以我在讲英国里面 得到一个结论 我也跟老法师报告 我说命运怎么来的 英国怎么来的 我跟法师报告 我说命运呢 就是有身口义来的 你富贵长寿 也是你种善因啊 你种这个 这个 这个 财师法师五味师啊 你长寿的话是种五味师啊 所以你会得健康长寿啊 你造沙业呢 你就短病多病啊 所以命运呢 是从业力来的 那业力从哪来 业力从因果来的 因果从哪来的 从心恋来的 所以心恋结定因果 因果结定业力 业力结定命运 也可以讲是心恋结定业力 业力结定因果 因果结定命运 所以这个曹兵的故事呢 就是心能转叶 所以老法师常跟我们讲 心能转进 不是心别进转 而是心能转进 那曹兵呢就是慈悲心 这些曹兵解决进 所以他改变了命运